沃兹尼雅琪 美联社 早安 自由体育为您送上精彩赛事 奥网第13天 女单决赛下午4点30分 由球后哈勒普 Simona Kelp 迎战丹麦田新 沃兹尼雅琪 Caroline Oshniaki 两位女将都未曾赢下任何一座大满冠冠军 会由现任球后赢下并稳居世界第一 还是由丹麦田新赢下并成功抢 回球后宝座呢 比赛精彩可齐 球迷们千万不要错过了 NBA方面 溜马做客挑战骑士 溜马最近取得二连胜 易哥欧拉迪波 Victor Oladipo 近时场平均攻下21 6分 骑士必须严加看防 骑士持续低迷 近期场景一胜6败 詹黄詹姆斯 Libran James 能否带领球队走出低潮 备受球迷关注 另一场比赛 由提湖坐镇主场迎战火箭 提湖最近一波三连胜让他们在西部的排名冲到第六 且阵中明星大前锋戴维斯 Anthony Davis 近时场平均攻下28 6分 他的发挥绝对是球队胜负的关键 而火箭仍然保持竞争力 近八场七胜一败 今天能否击败提湖并拿下五连胜呢 SBL例行赛晚间五点由台银迎战富邦 晚间七点达星挑战蒲元 台银能够抵挡最近拿下三连胜的富邦吗 而排名第二个蒲元宇战 G第五的达星之间会擦出什么火花呢 欢迎大家锁定自由体育的及时文字转播 印尼名人赛四强今天开打 戴资影周天成都将出赛 请球迷们一起为台湾选手加油 奥网 16点30分 女单决赛FOX体育FOX体育三排 18点 男双决赛FOX体育FOX体育三排 NBAV型赛 8点30分 6码at骑士11Sports1爱尔达体育一台 9点火箭at梯湖未来体育 SBL例行赛 17点台银at富邦 19点达星at蒲元 地点桃园巨蛋 转播未来体育爱尔达体育一台 2018VW F世界与球勋辉赛 13点印尼一名人赛四强 哈勒普法新社